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Roy 今天会和大家看一个 環境清静的屋院 是比辞 现在带你看看 我们今天会介绍的屋院 就是翠峰台 由南风发展2003年落成 分为四座 火数总共1264火 屋院的间隔户型 由两房至三房套房 適合上车客或换楼客的需求 而物业的大堂都非常之宽敞 空间都相当之阔落 物业拥有四部升降机 出门回家都非常之方便 我今天会和大家看一个 独家放盘的单位 等我现在带你去看看 今天会和大家看一个 五座高层的B室 实用面积422尺 两房一次的间隔 我们先看客厅 业主在客厅做了一个 雅杰为主题的大型饰物柜 涵盖了客厅的长身部分 增加饭厅的空间 这个间隔的两房的厅形 是长方形 非常之好用好拜位 我们再看看厨房 厨房的设备已经齐全了 那单位就明火煮食耿厨设计 业主也都做好了一系列的厨柜 增加了这个厨房的收纳空间 好我们再来到客厅的位置 客厅的位置也都有8尺多些 放完电视加沙发也有足够的距离 如果喜欢种植的你 也可以在窗台位置种植小盆栽 这个单位给我入屋的感觉 是非常之舒适的 都市人工作也都相当繁忙 放工当然是找个宁静而有舒适的家 浴室的门口也都改了做拖门 增加了浴室的空间 单位也是三年装修 所以你看到的设备都非常之新正 单位的浴室也是名次的设计 也都做了一块很大的镜柜 喜欢照镜办理的你一定喜欢 我们的洗澡位置也都用了浴缸的设计 睡房门口也都改作为拖门 增加了睡房的空间 业主就将这个睡房做了个储物室 而这个睡房也都可以摆到一张四尺的床 和一个衣柜也都有足够的空间 给你去搬家具 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做了一个很大的组合储物柜 增加了收纳的空间 主人房右边的墙身角位也都做了个 入场的地道顶衣柜 主人房也都可以放置一张四尺半 至五尺的大床屋 主人房空间都非常之阔落 和好见识 景观的左手边 远望丁九桥有少少的海景 正是外望出去也都是有一个绿油油的山景 这个单位的景观就无遮无挡 非常之开阳 这个单位算是我们屋院的优质单位 今天看着这么多 如果有兴趣欢迎你随时联络我 欢迎你随时联络我